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我们的贸易结构 我们总统其实国家虽然没有国有企业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办法 比如过去奥巴马搞的这个所谓新能源 当然后来无疾而终了 现在其实并不好 效果并不太好 就说那你当着川普拿个好东西出来 好像他也没有办法 我個人这样想的 一个国家它经济结构的变化都是 就是说gradual 是 一点一点的 不可能这个geometric变化的 比如说它这个服务百分之八十多 制造业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 这个不可能断机改变的 那叫你改变不了 那么为什么美国这个制造业外流啊 这个这个各方面的就业有各种问题呢 我认为呢美国的经济的策略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更多的信外国投资 到你的实体经济服务业当中去 没错吧 美国去可以到外面去 没错啊 那你怎么那个信任了中国印度其他国家的企业到美国里建了这么一些公司啊 其实我们美国的社会环境不差啊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市场大 嗯 对吗 那个假设呢 美国的一种法律制度各方面的话 能够做相应的改变 比如说这个这个劳工房啊 有个环境的各种因素 因为美国的水地各种费用是比较低的 土地呢 也不贵 那么美国我认识一个中国来来到美国的投资人他说 他说美国这个环保太阳格了 是啊 所以你这环境保护啊 这个劳工啊 这个球艺啊 把工会啊 各种因素的话 对啊 有些工会 是的你这个这个生产应用的成本很高 就没有竞争率了 对 是不是啊 因为美国的税数也不高啊 对吗 水地这个技术的东西 尤其我们的gas更便宜啊 全世界都算是便宜啊 所以美国的就是说 这些因素的这个这个相应的成本的控制 是不是啊 所以啊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其实需要一个很多条件的 我们总统当然了 他原来也想创造一个条件 一个呢 就是把这个税务环境搞得更好一些 第二个呢 我们的能源成本呢 更低一点 然后呢 再把我们的人员的这个成本 再能够稍加控制的话 其实美国这个商业环境 是极具竞争力的 但是他忽略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美国现在很多的企业员工的培训 职业能力并不强 像郭台铭 他就打趣地告诉Donald Trump 你的政治太好了 我招不到人 不是说没人来报名 是招的人没一个合格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美国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再去谈 回到这个 我们谈了这次贸易战 在很多人 不要说已经不再是美国学者了 现在全世界学者都认定 世界经济放缓 美国经济放缓 最大的一个意外因素 就是美国对外发动的贸易战 尤其是对中国的贸易战 是 所以他认为说 如果我们在谈话节目播出的时候 在日本集团体已经开幕了 是 不知道两位元首会不会能达成个什么样的协议 全世界都在观看 您怎么看 这场贸易战 其实美国也没能独善其身 是的 就是说贸易战跟人物贸易战一样的话 这个是两百七双的 总的来说 对吗 你自己赢了也说的 这个你这才生命都生死了 对吗 而且中美直接的贸易战 这个两个其他的国家 肯定两个其他的国家 中美也受影响 那个其他国家也受影响 你看日本 日本南韩都受影响 对世界经济呢也不利的 那么对中国上限的应该是最大的 当然 经过中国可能媒体公开上不承认的 那么对 而且中国已经体验到了 但中国的话 它这个经济总量系列也很大 市场很大 对吗 政府呢 监控的能力 国力能力也很强 所以它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那么这个点呢 可能美国有点低估了 对美国的影响已经有所表现 美国呢可能还没有 出声之痛啊 还没有接受到 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呢 美国这个前不久啊 美国大概据说有 这个600家的企业 向这个总统陈晴 用书面的方式 说希望总统一个 不要对3000亿的中国这个产品 再增加25%的关税 因为我们总统说了 这个集团你之后 美国就要对这个3000亿中国产品 加25%的关税 当然它其实言外之音呢 就是说如果我集团你跟习近平谈得不好 我就要加了 所以这几百家公司老板们 就跟总统陈晴 说加受伤害的 肯定是我们这些企业 甚至美国一些大的公司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特别像Google和这个Microsoft 因为这一次他们在华为的问题上 他们突然站到了第一线 原本大家认为说 两个这个软件公司 好像不应该涉及什么 突然发现 原来美国的这些软实力的表达方面 其实占的份额真的非常大 把他们一下推到了前台 现在他们成了众师之地 不要说Google想能恢复在中国的经营 那肯定更不可能了 所以现在甚至他的安卓系统 都有没有可能会遇到麻烦 都不知道 所以大家现在认为说 我们总统 这些企业已经告诉总统 换句话来说 如果你不听我们的声音 那我只有一个价 像沃尔曼老板就说了 那我只能涨价 是 对 你刚才讲吧 就是说过去几年的那个 关税增加的话 有所体现 有所影响了 但最后这个三千亿的话 影响比更广一些 更广了 因为消费比更多嘛 全是民生了 那第一呢 这个老百姓支持就增加了 其他消费就减少了 通货膨胀就不低高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美国现在不是做的事情啊 关税也好 贸易者也好 生人不利己 有钱不去石头啊 砸自己的脚 是没错 因为他的目的本来呢 好 关税高了 对吗 你中国的产品缺了竞争力了 那我这个美国企业 其他企业能够为力到美国来了 嗯 他们是知道呢 生人不利己 为什么呢 他中国不做不到美国来 到原理其他地方去 对啊 所以当前面 为什么我们说 用力最坏嘛 更坏嘛 道理就是这样的嘛 前两天都说 你本来我要把它拿回来 你又把它拿回来 那这个是什么 特别是他和娃威 还有个最近的那个 四个那个那个 超售的那个 实体那个 企业名单上 精致销售一些先进的一个 一期设备啊 零配也得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为了某种这个法律 他比如说百分之欧洲物业 四十也好 他美国的这个这个 精致这个产品啊 因为这个产品是国际化 那个产业嘛 对嘛 所以一百会计当中 可能百分之三十是美国 做的价值 对 对嘛 其他百分之七十也不懂得 那么一招 比如说欧洲物业 四个标准之外的话 你只要美国的 附加价在低这个标准 你可以还卖给他的 哈哈哈哈 那怎么实现这个呢 有几家公司 已经接受了一下 说我没有得到 你这个标准 比如说AMU 两天钱 嗯 就是micro technology 他一天股票涨 百分之三点四 哇 今天又涨了好像 百分之三了多少 就是因为他可以卖了 因为他可以卖 跟娃威还可以卖东西了 哈哈哈哈 这就是现实 那假设我超过 你标准怎么办呢 也很简单 我把美国做的东西 到其他国家去做 日本啊 欧洲啊 那什么意思呢 不算美国生产 不算美国制造啊 不是说制造与外流了 变成制造与更多的外流了 是不是啊 所以 我大概懂了 我可能我们听众朋友 没听懂的意思 美国商务部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如果一个产 华为产品 你们拿华为做举例吧 嗯 如果华为产品当中 美国生产的这个产品的价值 在这个产品当中高达百分之四 是美国卖给华为的产品当中 美国的价值比多少百分比 对 一百块钱的一个产品卖给华为 那是多少东西呢 是美国创造的价值 对 美国就有一个就是强行的 给我们这些公司的规定说 只要你卖给中国产品当中 只要超过了百分之四十 是美国的价值 是 你就不得卖 是的 可是这些人算了算说 好像比如说我卖一个芯片 这芯片里面 我算一算美国的价值 可能只有百分之三十五 那我就可以卖了 是的 我就可以卖了 因为你没超过百分之四十嘛 是 所以我没有违法 是 而且如果说我真超过百分之四十了 那怎么办呢 好了 我把这部分呢 拿到日本去做 是 真的呢 关键的部件不是在美国买了 到其他国家去买 对 或者我把关键部件 去到其他国家去买 你的附加价值里面 美国的部分就永远低于 这个表现 就是逼着美国的企业 不要增加美国价值 是的 否则的话 你增加了美国价值 按照美国法律 你就犯法了 是的 所以这是典型的 这是班级石头 炸自己的家 这就是重点 上有政策 下有对称 对吗 这就最关键是什么 一个是市长 一个是技术 谁是老大 当然市场是老大了 还用说话说的 所以我记得说你技术可以控制市长 但是从中长就来说 有市长他就可以新技术 没错 可以创造技术 因为技术不是你唯一你能有的 是的 而且现在MU的技术也好 Corecom技术也好 Macro技术也好 都不是唯一的 其他国家都可以替代 有相应的体力的技术产品 所以上次我们谈到华为的时候 一个学者就说 他说这个Corecom对中国的出口芯片 占到Corecom公司的GDP的60% 换句话来说 你不卖给华为 那你就是死 因为你卖给别人没用 别人不用啊 别人不用啊 这不像帽子 说这个法国人喜欢蓝的 我换个颜色 我变成个黄的 我再卖给德国人 那你变不了的 那芯片都是按照华为的要求 设计好的来供应的 别人根本不可能用 所以这就是美国的困境越来越多了 是 所以现在看这场贸易战 当然走到今天我们还不知道 就问您最后一个问题 您认为 这么多的美国经济的问题也好 还是这个美国高科技公司 对总统的苦口薄薄也好 我们总统会不会在 此刻在和习近平会晤当中 做让步 让这场贸易战熄火 暂时就是说 不要爆发更大的冲突 这个我想极乐的两个人的毁灭 可能能得到这么一结果 最多就是我们先别加 三千块 三千一暂时不要加25%了 我们接着谈 这次期待 但是要和习近平的解决问题 好像不太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两方都已经提出要求了 但是当时我就放弃这要求的话 他过来也没办法交代 而且他美国总统也不用写了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 他上贸易战一段又厉害的 省士 运了又大的话 他美国总统也没有办法精血了 这两位级来的事情 所以我们总统是两难 其实中国也是两难 是 中国也有两难的问题 中国两难呢 当然是另外一个两难 但是中国已经摆明了态度 就是说中国提出了三原则 在两位元首会晤之前 人民日报又再次重申了这个三原则 就是告诉习近平 你是戴着紧箍中 去跟特朗普缠的 你别以为你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所以我们到底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希望两国贸易能够回到正常的轨道 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下